实在可惜,实在遗憾,实在令人哀伤,惋惜啊 就是浙江那两个旅友啊,已经找到了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我用的这个词是央视报道所用的词啊 或者是这个,这些个新闻媒体给加的这个关键词 就叫两位旅友,失联已经找到 失联的两位旅友已经找到了,已经无生命体征 6月2日11时51分,街道报警求助 两名旅友啊,在浙江泰州黄岩区芋头乡十恩霞 野外溪流落水失联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说野外景点吃人,该彻底反思了 澎湃新闻报道 视频最早在网络流传时候 不少户外救援的专业人士就指出啊 现场的同伴救援非常不专业 横渡吸水的绳索只有保护绳索,没有牵引绳索 而且绳索吹之水面 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死亡微角 出于死亡微角中间的旅友要想安全脱身 机会已经非常的渺茫 可以说户外的基本急救知识匮乏 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根本没有学习过相关的户外急救知识 这个悲剧发生了以后呢 也有很多人 很多人呢 给予这个 给予这个评论 就是他们俩几个人呢 在过的时候呢 平时那个地方有一个图片 看起来不是这么很凶险 小河沟平淡无奇的也就是这样 可是他们自己所谓的设置这个安全的这个绳索呢 反而变成了对他们是个要命的一个东西 也说尤其是那个对面有一个大哥 在那里边抽烟边逮着绳子的 本来红衣人还是可以站得稳的 他扶着这个绳子 结果这个大哥一拉这个绳子 这个绳子是软的吗 他就扶着而已 还可以在那个急流中站着 对这个白衣服这个女性啊 还是有一点的这个辅助功能的 白衣已经失去平衡了 他这个红衣这时还可以站着 其实啊那个西安的那个男的不拉这一把 只是红衣人自己救助这个白衣 好像还好一点点 结果他一拉 连红衣服这个也站不稳了 就都失衡了 失衡了以后呢 红衣好像还是可以挣扎的 可以上前行 但是他看到白衣已经完全 就是这个 站不下了 倒下了 人一倒下呢 因为他就绳子拉着 人就在急流下面 人在水面下面 他就扑过去啊 要把他捞出来 肯定窒息传不上气了 在那个可以看到这个人 这个人就站不起来 传不了气了 就可以看到他好像要活活憋死 他在上前一扑 两个人都跑到水下面去了 然后这两段的人都喊 赶快拉 越拉他们在水里 好像越出不来 就是这里介绍的死亡威嘛 这两段的人越拉 他们在绳子中间 越在水下面 最后最后 我看那个女性穿白衣服的 好像已经失去直觉了 反而他倒飘起来了 只是这红衣服始终没有 这个穿白衣服 那个女性啊 好像她腰上有绳子 和她这个组绳索啊 有链接 就挂在绳子上面 其实 好像已经没有知觉了 这个 应该当时已经窒息 或者已经死亡了 人都飘起来了 人都反而到水 水的表面来了 这个红衣服看还在这个水下面 而突然间 这个绳索就断了 不清楚当时的现场了 是断了 有人说是这个红衣服 又掏出刀子 在水下搁的绳子了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有人拉绳子两头 有人松手了 就冲到下面去 下面呢 这个吸水 就是落水 到底落差有多高 好像始终没有镜头看到 估计也不是很高 应该是 如果他有一些个防护措施 比如说第一步有人就指出来 你这种过这种溪流 是不应该选择的 就是漆山不漆水嘛 山你可以爬乱爬 水可不能乱下 那即便你要下了 你身上不能有包裹 我们看到这个女性身上 背着个大包裹 同时呢 就是这个 扶子过的这个绳索呢 最好是硬的 是固定住的 要么你这个软的 没有意义啊 你在那里面 是木头 是竹竿 最好了 最好不要下嘴 然后呢 最终呢 身上应该有软绳 救急的 你看他就没有 他身上没有这种 什么有软绳 就实在不行 大家赶快杀手 人不就回到 另外一端就好了嘛 对吧 比如说你出发的时候 你有身上有这个防护绳 固定在你这个 出发端 这头 是吧 人在水里憋死了吗 大家赶快松手了 他不就是那个 回到出发点 这一端 被拉上来就好了吗 他这个就没有啊 大家又不敢松手 可能下面还是有点陡峭吧 落下去恐怕摔死啊 还是怎么的 从这个穿戴看 这些也都是白领啊 都是那有钱呢 有闲呢 生活比较不错的朋友 那不是这些个底层的是吧 都是经营们 可惜呢 这个 这个没有户外知识 而去户外涉险 中央层这些个悲剧 这里最后新闻杆写的呢 要求这些个 野景区的这个 宣传视频呢 社交平台 给他封 给他下架 给他限流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扯 是吧 有个人觉得 这个地方冒险好玩 你不让人说 你这个都已经 钳制人的这个言论自由 都到什么样子了 就太过分了吧 不对了